两年前韩国一名73岁的李姓阿贝 在一间诊所里面动脊椎手术的时候 突然就心脏衰竭 虽然医护人员马上就急救 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这似乎只是不幸的医疗事故 但手术室里面的监视器画面 却揭露了恐怖的真相 帮他动手术的人根本不是医师 而是卖医疗器材的业务 主刀医师出事之后 甚至还篡改病例 谎称从头到尾都是他开刀 类似的案例在韩国可不少 而且范围遍及各科 这些案子会爆出来 都是因为手术室里面装了监视器 过去六年以来 韩国一直有声音要政府修法 强制所有的医院跟诊所手术室 要加装监视器 上个月终于在国会闯关成功 但仍然引发了隐私权的争议 如果是你在手术中愿意被录影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飞 欢迎收看范淇飞的特地看世界 韩国国会在8月31号 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修改医疗法中的部分条文 从2023年的8月30号开始 所有大小医院跟诊所的手术房 都得要装监视器 在进行全身麻醉的手术时 录下整个过程 高风险情况紧急的手术可以不用录影 影像必须要保留至少30天 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可以当作证据 催生这条法案的原因是韩国医界 行之有年的非法幽灵医师的现象 也就是医师在手术中换手 让还没有取得执照医学生护理师 或是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帮病人开刀 一般来说在台湾动手术 主治医师就是主刀医师 有些医生处理完最重要的部分之后 就会监督自力较浅的医师缝合 或是中间临时有极大紧急的事件 才会交由其他医师动刀 有些手术一开是一二十个小时 你不换手也不行 所以换手这个部分合法也合理 但韩国的问题是 医师可能同一时段会排多场手术 全部由刚毕业没执照的新手医师练刀 自己只负责转台监督 或是干脆身影就导致病人死亡 或是出现医疗纠纷 虽然韩国的医疗法中早就规定 没有证照的人从事医疗行为 最高可处五年徒刑跟五千万的韩元 但要是拍不到证据 法律放在那里也没什么用 2015年就有人呼吁 重视非法幽灵医师的问题 但一直到2016年的9月 全大西事件之后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大学生全大西因为有点厚道 常被霸凌 所以就瞒着妈妈花了650万韩元 找了一间号称 主治医师全程动刀的名医整下巴 没想到在手术中大出血 昏迷49天之后就走了 她的妈妈把手术监视器的画面 看了几百次 发现主治医师只做了一半 就离开手术室 由不知名的医师接手 查下去才发现 主治医师同时排了三台刀 接手的医师才刚毕业 没有整形外科的执照 更夸张的是 两名医师离开之后 儿子持续失血超过3500cc 我们平常一次捐血最多也是500cc 是7倍的血量 但是护理师竟然只顾着 照镜子滑手机 虽然涉案的主治医师 被判过失致死罪 家属获赔4.3亿韩元 但全大西的妈妈说 如果不是诊所有露营 她根本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 还有多少个家长的孩子 是白白死在手术台上的呢 于是天天到国会抗议 要求修法 为什么韩国的非法幽灵医师这么猖獗呢 说穿了就是钱 经商新闻报导 一名前幽灵医师爆料 病人在医师阵容里面看到的龙鼻权威 抽纸王牌 都只是诊所了门面 只负责在诊间做咨询 因为对诊所来说 花大钱请来的医师怎么可以浪费几小时来动手术呢 所以真正动刀的都是幽灵医师 手术结果就看病人的造化 因为很多幽灵医师都不是诊外出身 像是下巴或消苦手术 可能是由牙液来操刀 双眼皮就找个会缝合的医师来做 放假忘记人手不够的时候 甚至会请还没有考证的学生当病人麻醉或当助手 为了避免病人发现你的医师不是你的医师 就算只是局部麻醉的小手术 他们还是会让病人睡着 因此时常发生整形结果不如预期 或是伤到病人神经等的医疗纠纷 另外爆料的医师就是说 在江南区的大型诊所中 还出现奇怪的顾问制度 这些没有医疗背景的顾问 直接就取代了主治医师来咨询病人 同时依据病人的预算 明确地在病例上就写出步骤 限制幽灵医师们该怎么样动刀 他就曾经私下偷偷劝退过病人 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 愿意当幽灵医师呢 因为月薪将近3000万韩元 大约是普通医院医师的三倍 总之这些离谱的非法幽灵医师的问题 让这一次的修法在南韩民间 就获得压倒性支持 根据南韩国民权议委员会 在6月释出的民调结果 有97.9%的人 同意在手术房里面装监石器 不过这就引起了南韩一届极大的反弹 韩国妇产科协会的会长就表示 非法幽灵医师的案例非常少 韩国平均每年动的手术有200万个 其中有医疗纠纷的只有不到千分之一 这其中由幽灵医师动刀的更是少之又少 他同时也指控国民权益委员会的民调 有误导民众的嫌疑 其他的民调都显示支持跟反对是一半一半 也有医师就指出 幼儿园里面装监石器 也没有办法预防虐待儿童 在手术室里面装监石器 就真的能够避免医疗疏失吗 有14万会员的韩国医学协会也坚决反对 协会的政策专家就投书MBN电视台表示 如果整个手术过程都被录下来 可能会被病人或是家属当作诉讼证据 哪个医生还敢承担风险开刀或是急救 这也连带让年轻的医师 就失去了累积实战经验的机会 那未来医疗水准实在堪忧 另外就是病人的隐私问题 病人赤身裸体的影片 或是明星进场维修的画面 如果留了出去又是谁该负责 前世界医师协会的主席也声援韩国医界 认为监视器破坏对医师的信任 还可能导致患者因为不想被拍 拒绝治疗而延误病情 其实不只是韩国啦 美国加拿大也都有类似的讨论 根据华邮的报道 美国每年约有40万人是死于医疗失当 疫情前一直都是仅次于 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的第三大死因 2003年一名威斯康辛州的女子 到佛州洞龙辱了手术 因为过量施打麻药死亡 法院却拒绝向医师提出指控 她的家人因此四处奔走 呼吁修法在手术室里面装监视器 2015年由威州的议员就提案 在手术室里面装黑盒子 录下影像跟声音 但也遭到医护人员的坚决反对不了了之 麻州也曾经有议员提案 要聘请专业的摄影师 录下手术的过程 费用由病人负担 同样遭到医院的否决 这个故事让我很好奇 台湾的医疗疏失比例如何 但是团队搜了一圈 找不到相关的研究 所以如果有朋友能够提供 我非常感谢 但我想韩国在这个讨论 关键就是在 医疗疏失是要防堵没有错 但怎么样做才不会因噎废食呢 在美国因为告医生相对容易 结果医院跟医生 都去买了一大堆保险 以防被告 然后就垫高了医疗费用 于是很多人的健保费 就封不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呢 手术室里面 该不该装监视器呢 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特别感谢Adam的协助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中央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饭学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描懂世界大师 我们免简